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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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的就是我能走出来 用尽一切办法我走出来 修到就一直在修 就是我能坚持 我能走下去 不能为了世俗的很多困难 白头而非 一直走到我认为 到挺可以的 如果我认为不可以 我继续走 就是这样 我觉得我心不外 我还有继续 就是当你认为 你还有迷茫的东西的时候 有很多东西 你还搞不清楚的时候 尤其是经典 你翻开有话 你还看不懂的时候 我觉得我没到位 所以我要继续走下去 我继续探索 学习所有的法文 所有的 所有的 别人认为好的方法 我都去尝试很多 不管是小车 大灵密车 全部看 但是有一天 我会突然会觉得 所有的东西 我已经不再迷茫 即使这个问题 这句话 我看不懂 我连制度不认识 但是我心里知道 那些东西 已经不会障碍我了 没关系 我已经最根本的东西到位了 OK了 我就先写下 安心了 那时候我觉得 修行到此 我的修行就可以到此为止 那剩下的就是 你直接的圆满的过程 就是说 你的理路已经 已经到头 就是说 你在逐渐逐渐 这个功德的圆满 就是学的 没有说 修行没有 就是 你会 会有付出的 哪有在修道路上说 一点不想付出 就想获得 就是不可能 那我们现在 没有很多付出 是啊 所以 我觉得你们比我有福报 就这样 真的是 你们比我有福报 所以一样啊 释迦牟尼佛当年 修了六年苦行 他的弟子七千就证阿罗汉 他也 弟子也不付出 我们现在不是很好 每一个走在最前边 那个人是要付出的 因为佛陀修苦行 就是为了他的弟子 不再受 因为他的弟子 可以跟着他的足迹 用短短时间就走过去 所以我 我相信 我去经历的那所有的东西 那么我经历过的 你们不需要再受 我可以带着你们 就从小路就过去 因为我把我每一个碟上 误导的东西 经历过的东西 直接就给你们 所以你们不需要去探索 这个时空 你们内心的挣扎 或者那种茅然 或者茅区 我在我的路上 已经全部看完了 把每一个人的东西看完了 那么到今天 你面对我的时候 我就可以告诉你 你心里自作的那一点 因为我经历过 所以这一点 你就不需要经历了 你直接做就OK 结束了 这就是 也是一种需要 每一个人 这就是你 可能你现在说死灭 可能就是死灭 是不是 因为有一个人 必须走在最前面 但是当你今天 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 你经历过那么久的 选择以后 你说这些 对走在前面那个 一点也没有了 一个最后成功的人 他已经不再陶醉 一些花掌声了 那些东西 对他一点也没有 因为他坚持下去 那一刻 他就不是为了 西花掌声坚持下去的 他不会为了说 明天有的 给你扣这个头 拍这个叫 他要为了那些 他不需要了 因为那一刻 清情比西花掌声更重要 因为那一刻 他放下那 他的婚姻家庭 清情的时候 他拿西花掌声坏吗 他凭什么 他拿西花掌声坏这些 是不是 他需要你给他鼓掌吗 还需要你 送他一束花 他要这些啊 是不是 但是当他放下这些的东西 你那些东西不重要 对他 你给予的任何东西 都不重要 他把自己放下了 因为你放下最亲的人的时候 你把自己肯定不在乎 然后你走过去的时候 那些东西算什么 他不要那些 就是说 你最后所有的东西 给予他的那些 他肯定不在乎 所以他走到成功的人 名利肯定没有 不要那些 他即使他去做 他要去出名 他要去 他也是为了去 传播一些东西 因为这个世界 众生是早下 就是必须 你很有名 他说话 你说话他就信 你明明其实他就不信 你要去做 这个人世界的事 也名利其余 可能都要有 因为你要 多做事 你要做事 你是为了这些 其实内心深处 你要那些 如果为了那些 如果走到顶 是为了那些的话 他半途早就 早就跑起了 我何必呢 我一个人坐在家 多开心 相互教主 是我挺好的 是不是 所以每个人都是 就是聊起来 大家就是走过来的时候 也是个了解吧 了解一个人走过来 就是说 当你走到一个 选择的口的时候 你的家人也会 对你啊 或者也会出一些问题 也会 那时候你就知道 或者互相 或者你可能要求 你的另一半 我现在也蛮支持我 你们现在就没什么 没有这种嘛 因为 你不可能说 因为出去 闭两间关账户会 怎么样 都这个不可能 因为我那边 比较特殊嘛 她说 你们学 你们遇到的男 跟我的不一样 因为我正好 那个时候才二十五六 到三十四 三十五六 这十年嘛 这是人生的最黄金时间 而且是后一 刚刚结婚 孩子八个月 结婚才两年嘛 对啊 开始修行 一直修到三十五 中间这十年 你是最难走出来的十年 我要老了六岁 或者七岁 我走出来肯定没得到 你爱去哪去哪 只要你开 但是 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 最困难 你家是最需要你的 丈夫需要你 孩子需要你 妈妈爸爸需要你 家里都需要你 朋友也需要你 所有的一切 都要在这十年维系 工作 事业 你事业 你有几个十年起步 工程的事业 你想做的 你的梦想 理想 所以那个选择就很困难 劫持很困难 我觉得选择 一天两天也不困难 选择走完 就不困难 就下了决心了 我一定要走到底 一直走到我心安为止 一直走到我不迷茫为止 但是我一直迷茫 所以一直走 真的是 走了三年 十年还迷茫 觉得 这次佛是个什么 还是不知道 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全身放光了 已经 坐在那儿 你知道抱到啥 我记得坐在那儿 三脸摆上 你在一个房间 修到那个光明 从这个房间辐射出去 把整个山头 你坐在那儿 都感觉照亮了 就是整个山 堵在你的光明的露灶之下 坐在家里 看着外面白皱一般 就好厉害啊 那个时候 然后山里变得 什么精灵古怪 看得一清二楚 跟他们游戏啊 哎呀 你可以任何维度的终身交流啊 哎呀 厉害得不得了 仍然不行 不知道佛是什么 仍然不能够真正了知 无我的真意啊 就是有自我在哪儿 就是不知道 无形无相的佛 究竟是怎么样子 对佛的不透了解 人家觉得 终有一些东西还不对 终有一些东西 就心不安嘛 回到洪水不安心 觉得修行没有结束 到底 说生活是修行 我也知道 但是道理都知道 但就是心不安 就是觉得不对 这还不是 还不是 一直在做 真的是坐在哪儿 你有时候坐在坐地上 那个时候很厉害的 坐在坐地上 你会突然消失啊 你会觉得 就自己看着坐地 坐地上是没人的 就那么厉害啊 就那样修了几年以后 你知道去洗澡以后 然后还是 到喉咙腾的时候 我就觉得 那么厉害自己 这是瘦一瘦吧 可能是果报 就不理他 就是所有的东西 就是那种卖啊 我卖啊 你有一个空我在哪儿 就后来修了 其实那个时候 有一个大大的我 一个空我 你好像空了 也就没有可修的东西 但是有一个空 空在哪儿 空向 这个虚空要的 就是无我的我 你概念上 我认为无我了 其实有个我在哪儿 是无我的我 这个概念没丢啊 就是 然后有个空在哪儿 虚空大的 无边无际的一个我 你都摸不到了 你好像无喜无笑了 其实那个我很厉害 在那个我里面说 一点点业力啊 风吹草动 你都会无限放大 你知道吗 那个业力 因为你的空我大 所以那个业力也大 业报也大 就是你会把它放大的 知道吗 就是说一个 你就像放大机一样 一个虫子串 你会放几千封倍的把它放大 那个声音很响 一切都会放大 无形众的 那个很厉害 我可以不走的 因为我有师父嘛 那师父会教导我 我可以不这样修 但是 因为我要去体验 我所以必须体验这个过程 从空我走出来这个过程 因为你们有人会 被困在这 困在这个维度 那么我要把它拿出来 我要把你从这个维度带出来 我要不体验是带不出来 我必须走完 但是如果是我的师父是 我不走这些东西也是可以 就是我不去走这个 这要破 我走那条路 我肯定直接就在维度 我可以解答 但是我必须 从人道的 你们的心态去体验 你们每一个容易被困的 那个状态 因为否则我为什么 空那么久 师父不提示 不去说 它其实有些东西是 可以让你去体验的 所有的造型 每一道众生的心态 地狱道 畜生道 恶鬼道 所有的都要让你体验 每一个道众生 会困在什么维度 他们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 当你病的时候 在医院 躺在医院的时候 你会体验到 恶鬼道众生的那种无奈 因为呼吸 它是八个月就躺在床上 那个时候你的呼吸 就是一种 就是 你会体验到 无界地狱那种苦啊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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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活了死了活了 它就那样嘛 就是一生一面 一生一面 就那样的 一生一面 而且你知道 他在床上 你会感觉到 你会忘我嘛 因为你有财地利嘛 你忘我 但是你在无界地狱 你这个很惨的 你知道 你忘我的时候 你觉得 变虚困变法界是你的身体 你知道 因为一切都是你嘛 你还没约嘛 好 这张桌子也是你 你觉得哪儿都疼 你知道吗 还不是一个地方疼 变虚困疼 变法界疼 所有的地方都难受 你一点逃的地方 那就叫无界地狱 你就没有逃的地方 你想逃 变虚困都是你 所以说地狱里边说 变法界都是床 每个床上都有一个人 在那儿靠着 都是你在靠着 就是这个无界地狱 而且 刹那生刹那死 刹那生刹那死 如果你没体验过 你真不知道 无界地狱是什么样 但是因为你是带着定律 带着那个时候 带着定律 带着阅历 带着一些使命在里边的 所以你能承受 就扛过来了 扛过来 但是还是 你就体验到 那个众生 根本就没有心理解脱 我哪有心理 就全在苦里边 揭耀 就是就像那脚 就像那个什么 烤鸭 翻过来叫我烤你 烤你 然后你就揭耀 揭耀 你说那个观世音菩萨 哪有心理 就连心气都没有 生不起来 就连那 连音乐里边说 把那个苦放掉 都放不掉 因为那种苦 不断地逼迫你 就是 你是 没有一念空下的 就是有一念 我能 哎呀啥也不下了 想个观世音菩萨 哪有那回事 一念都不让你 不让你 一闹结一闹的 劈过来 就是那种辛苦 但是你说 疼也不是疼 他就是男生 他就是 然后 你这儿不是窄吗 你吃不下吗 不是饿鬼吗 他们是支气管窄吗 比你们正常窄一半 然后食道就毒了 因为气不下 有时是疼不下的 你知道 咽不下去 他我们原来疼啊 他的呼吸也跟着下去 你气流不畅通的时候 你那个光靠肌肉的乳 都咽不了东西的 你知道很难咽了 你吃不下 干饿着 装的好吃的 躲在面前摆着 你就饿了 睡不了 叫饿着 然后 你还得坐着 因为你一躺下 就没气了 呼吸不行了 痰就堵了 你就会觉得 哎呀 真活的真累 你就体验到医院那些病人嘛 所以我现在坐在这的时候 我就知道医院病人怎么哭的 我就知道 哇他们 你让他们 我会轻轻松松地说 你说 我病了 你念个阿弥陀佛 我不会这样讲 我知道 我会问他还能念阿弥陀佛吗 他病到什么程度了 因为我知道 那个时候我念不了 我知道我的心念不了 就是说 心完全成绩在黑了一个哭之中 但是我能旁观那个黑暗 因为心力不够了 心里边没有光 知道 没有光明 全部是黑暗 地狱之光 就是那种 恶鬼倒给地狱 出生到那种 那种光 层层地压下来 就是在黑暗之中 冰冷 冷冷的 而且看所有的人 野生都热不起来 就是因为你要 进入地狱到了嘛 进入其他的 你看 你妈妈 或者你姐弟弟过来 所以临死的人 他看人的野光是冷的 就冷漠的 就快下去了 就是得适了 就是觉得热情生不起来了 就我濒临死亡了嘛 就是觉得你热不起来了 心热不起来了 一点热 生机也没有 生气也没有 那就是死亡的 那个是绝寿啊 后来又活过了 就是这样 但是你经历过这些东西 你就 你知道六道 真的是有六道的 六道众生啊 如果他们 卸在这种苦里 你就知道怎么样帮他 你要知道他从这个苦 怎么解脱 你直接跟他说 你念个佛号 念个关义佛 真的是为难他的 他念不了 你知道他 他那一刻可能需要的不是这些 你就是企业企业别人的 有最低的 有很低的那些众生 多企业一下 你要知道我们啊 我们不休 会过去的 我不是这样跟你们聊 是有一天你会那样的 只要你不解脱 你只要轮回到那一道 你福报想完了就下去了 真太简单的 哪怕你这一世 你激历一辈子 你三十年五十年 经历福报 你想完了自然下去 你再溜到楼嘛 你有情欲嘛 你再遇见天嘛 你能出来遇见 如果不带你解脱 从情欲遇见天出去 只要你在情欲这个范畴 OK 你总有一天会下去 不管你修得多好 你不解脱的话 总有一天会到地狱 到轨道 到处 无解地狱 到处去企业一把 没有一个人能逃得过 这有什么 这一点不是下火 真的很辛苦的 我那还是刨冠着去提了一把 你是真下去要受那个苦的 因为那个要对境的 所有的境还不是 那只是个心理状态 但是我只是心理状态 你们是对着境 那个境就是窃窗地狱 就是那种公式地狱 就是黑暗之风 我们在遇见天 我们在遇见天 这叫遇见佛说的遇见天 遇见天 遇见天众生 我们都是有情欲的 有情众生 全在这个情欲的世界 连色界无色界都出去 修赛报往上走一走 但赛报小完了 你总有小完 三百年五百年 你又小完一天 就掉下来 就回来了 要么就臭佛回忆的 能回呀这些东西 我都没想 我说我该受我就受 我就只是这样想 我说我现在应该去 你不能受 受不了 你受不了的 你下去回来太难了 很难回来知道吧 那些当然是受完了 大家都太辛苦了 他们这些师兄师姐们 他们的那个想法 但是你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 或者你承到 承到以后 你可以再回来度众生 但是你能承受的过去 知道吧 你不会堕落下去 就是说 你不管多苦 你是处在一个旁观的境界 你可以清理完 消完 那是另一马事 因为你能承受那些苦 才会来 我现在是最差的学生吗 是我们养老师最差的学生 不是 我就说大家 你问起来小孩的时候 我就聊起来 书边就不知道怎么就说起来了 这些东西 就是说大家修行 真的是有时候 哎呀 不付出一些 怎么能承担 你能承担 你闹得了吗 我可以说 我拍摄 你能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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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